歡迎收看新聞深喉嚨 挖新聞 挖真相 挖內幕 有多深 挖多深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的 窮化家女兒 居然擁有3000張的耗鼎股票 這個政壇核報 現在越演越烈 人在美國訪問的翁啟惠說 怎麼事情可以亂成這樣 他會趕快回到國際上 到國內到立法院來說明 這樣子能夠止血嗎 翁啟惠被要求下台的聲浪 能夠稍微遏止嗎 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會深入來探討 先介紹今天節目來賓 第一位資深媒體人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立委費洪泰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鄭詩誠 秀吉他 晚安 政治評論員唐惠玲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晚安 財經專家邱品寬 大家好 我們來看這個耗鼎的股價 還有翁啟惠的女兒所擁有的 三千張股票 到底獲利可以有多少 是 其實這個案子 真的是讓人家外界的人 已經完全看不懂 如果你這樣 都還不算內線交易 你們中間沒有人在搞鬼的話 我們實在想不太明白 因為她女兒 本來只是個畫家而已 根本跟生技行業 八竿子扯不在一塊 可是問題是 他居然會去花當時三千張 然後每股31塊錢 九千三百萬 去買一個根本還沒有上市 還在籌備中的一個公司的股票 這個膽子實在是非常非常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張畫 賣比比卡水還貴 不然的話我真的搞不清楚 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膽量 去買這個東西 我們看他整個是 在2002年的時候 是Uptimer這個公司 他用百分之百的投資 成立了子公司號頂 當時翁啟惠 包括翁啟惠在內 翁玉秀他們婦女 同是這家公司的股東 後來到2012年也就10年之後 潤泰也就收購了這個美商 把它收購下來 然後他買下全部持股 當時6千萬股 然後盈盈蘭因為想要分散此股 所以還去詢問了 當初的創業股東 還有翁啟惠 翁啟惠婉拒 他自己不認購 對 那就很奇怪一點 他自己婉拒了 然後結果居然 就轉讓給他女兒3千張 這個就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這一個真正懂生物科技的 翁啟惠本身婉拒 他自己女兒花了這麼大一筆錢 去買這個 他也不反對 所以這個配額 原本是要給翁啟惠 翁啟惠沒有收下 翁啟惠那個時候 已經是中研院長 會不會是因為不方便 對 你不方便 那你讓你的女兒去收購 就很方便嗎 這個不會有問題 你都沒有想到 需要去避嫌這個因素嗎 那不管 結果你看 他在2012年12月5號 做的這件事後 7天之後 才7天之後 馬上登陸新櫃 立刻從31塊 趴變成90塊 所以一個禮拜變三倍 對 一個禮拜變三倍 你看那個能夠賺多少錢 這個是非常嚇者 1億8千萬馬上就進來了 根本眨眼的功夫就進來了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好賺 然後到了2014年6月的時候 上櫃前公開說明書 歐音秀這時候 已經出拖了一部分 還有1933張 那持股比例是1.29% 他當時還是第十大股東 這時候新櫃已經到了320塊了 這個漲更多了 這個真是羨慕死人了 然後到了3月23號號頂上櫃了 這時候從310塊開始賣 然後解盲前兩個月的時候 衝到755塊 所以號頂的最高價是755元 這跟他當初31塊買的時候 已經20幾倍了 這種獲利實在是太可怕了 如果誰能夠介紹我這種獲利 我也要去幹一次 因為實在太好賺 而且大概只有三年的時間 是 然後就是解盲失敗 馬上就2016年2月的解盲失敗 大家不要忘記解盲失敗的時候 翁啟會還出來正式的幫他講話 說這個解盲失敗 可能不代表什麼 還好像有繼續在幫他 撐住股價的意思 但他目前收是收在415.5塊錢 這是3月23號的時候是 所以這整個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讓人家覺得說 你翁啟會你中間沒有圖利嗎 你沒有故意叫你的女兒 去買這些東西嗎 你們的資金到底是怎麼來的 甚至你跟葉良 跟你的女兒中間 是不是一個共犯結構的關係 其實都讓大家非常非常的懷疑 我們先請教一下 這個財經專家好了 有人說這個號頂 從最高價755塊 跌到415塊 雖然看起來跌幅很大 但是其實是因為翁啟會的站台 為了這個股票加持 所以才跌這樣子而已 因為另外的生計股 可能減盲失敗 跌的是20根停板 可能有人拿基亞來比 那號頂大概只跌了3 4個停板 所以翁啟會的站台 是不是對於護盤是有幫助的 翁啟會自己的女兒有這個股票 他又去站台護盤 這個有沒有內線交易的嫌疑 目前有三個疑點 這個是很令人大家值得懷疑的 當天在星期天的下午 我們是所有的 因為當天是要做整個解盲的 一個整個解說 大家都趕過去了 當天是人山人海 很多的所謂的法人的研究部 然後市場上一些大戶門 那些大戶門其實每個人 都是市場上最大咖的 大概都擁有大概10億 5億上下的一個市值的股票 大家都在外面等 等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考慮到幾個重點 就是說當初這個技術 最早市場的謠傳就是說 是由翁啟會院長 他自己所研發的 然後研發完之後 現在有第一個疑點就是 他是不是把國家的資源 轉換成自己的資源 因為這間公司 他是在美國上市 美國上市之後 開了這間公司之後 後面再分成美國公司 跟台灣公司 分成台灣公司之後 才會有後面的台灣號頂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談的 然後當天在整個解盲的過程當中 說了什麼 他說在實驗上是失敗的 可是在科學上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成功 這讓大家同時都傻了眼了 為什麼 失敗就失敗了 可是他說後面這個是科技上的大成功 他說說這個 對大部分的人是有效的 問題就來了 對大部分的人是有效 為什麼衛福部 他所出來的一個藥證 他不會過 明明就不過了 好 股價當然後面就呈現崩跌 崩跌的一個過程當中 一家科技公司 理論上他的錢 要留著來做實驗 因為台灣做了實驗 他當初也說 他在隔天 他也開了一個整個法說會 他開法說會的一個過程當中 在某家的證券公司 居然當天人多到連電梯都做壞 在這種過程當中的話 隔天目前來看 隔天他看 他還是認為說 我們在台灣沒有過 我們有可能會拿到 美國FDA來做申請 這個問題就更大了 讓大家有無限的希望 如果說台灣就不會過了 美國FDA他的條件值會更嚴格 如果說台灣 他在相同的情況之下他不過 除非他去改變他的成分 或者是改變他的一個 整個所謂的一個用途 不然你那個實驗你重複做 他是沒有意義的 可是從頭到尾 他都沒有說一件事情就是 他的女兒是股東 而且他還發聲明稿 告訴大家說 我沒有號頂的股票 所以我講的話 應該是很客觀的 然後那時候 整個所謂的中研院 他還出來做背書 現在問題到今天為止 我們這個案件到後面 就讓大家越看越奇怪了 第一個 目前台灣 我們在做整個所謂的一個 轉讓兒女 一年就220萬 你說贈免稅的問題 對 贈免稅一年最高 上限就220萬 9300萬 總共要轉超過40年 40年才能把9300萬 從翁啟會的資金 轉給他的女兒 免稅的部分 40年 對 免稅的部分 他女兒還沒40歲好嗎 所以這當中 就有很多 讓大家想像的一個空間 就是說第一個 技術來源 為什麼你說你沒有 後面你女兒會有 然後再來 短短的一個時間 9000多萬 一下子就膨脹 幾天的時間 一個禮拜 他就整整膨脹了三倍 從31塊來到90塊 這個說句實在話 這個對於強調公平正義的 現在的台灣 對很多人來說 這個真的是非常大的一拳 這個讓大家覺得說 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而後面還有更多更多的一個 整個所謂的吊詭之處 這個我們都要來做 整個所謂後面的追蹤 但目前最簡單的就是說 翁院長他目前來到這個地方 他要怎麼去對他的 過去所說的跟未來 因為他在這個地方 他當一個公務員 他已經失去了他的一個方向 而我們要在這個地方 我要跟各位談論到一點 其實翁院長他不只是 在整個號頂上面去佔過台 我曾經也在其他的公司 在其他的整個場合 他有那種跟他是好朋友的那些 包括生技公司等等的 你說他佔很多台就是 我曾經佔過 我不敢說他佔過很多台 但是我曾經去參觀過或參加過的 他曾經幫別人 他說他是說情意相挺 當然他那個持有的人 或因為在場的那些 所謂的老闆們是其他人 這個可能避險 我們要說這個是可能避險 我們可以確定到一點就是 他今天在這麼大力 這麼大聲在捍衛整個 號頂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思考的一點就是 他那些到底 他暗地裡面那些 包括美國的股份 包括台灣的一個股份 要不要談清楚 這個我認為對國人 會比較有交代 不過請教一下費委員 就是說現在財政委員會當中 也提案 就是曾經中委員也提案 說這件事情要有 經管會的行政調查 也要移送檢調 移送檢調又已經做了 他到底有沒有涉及 內線交易法 或是其他的法律問題 在3月初的時候 一個禮拜五 大概三個禮拜前禮拜五 來總質詢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提出這個案子 因為那時候還不知道 事後發展 你那時候知道 他女兒有股票嗎 不知道 其實我知道 是在上個禮拜我知道 因為昨天一週晚把他報出來 其實這個網路上 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了 在那時候我就質疑 我說我們的質疑是 因為3月21號他解盲 3月22號蔡英文跟翁啟會 還有陳建仁 他們一幫人去參 去拜訪生物科技 好像有10個老闆 其中之一就是浩鼎 浩鼎那時候解盲失敗 蔡英文還透過他的發言人 講說這個叫 加油 加油 這個是引發出很多 我們就開始追這樣子新聞 本來我們也搞不清楚 才發現翁啟會在解盲前 解盲當天還解盲之後 一直幫這家公司講說 他這不算失敗 對我們而言我們是相當的敏感 這個證交法155條 就是你想要操縱股市 很多的股市名嘴 常被金管會移送 就是因為你在操縱 你不管是放空或者是放多 人家你不該講的話 你就不該講 尤其是你是當事人之一 因為這個裡面是他的專利 是他的發明 經過中研院轉給了浩鼎 這個時候你不該講這個話 因此我就要求金管會 當著張院長他們說一個月時間 3月7號 反正4月7號我們看看 3月29號翁啟會就要回來 然後要到立法院去說明 這整件事情的經過了 3月29是翁啟會今天在美國 接受訪問的時候 下個禮拜教育委員會就排案 讓他來做業務報告 當然大家去問這個問題 第二件事情 在媒體報導要發現 在他們要提早解盲 本來是今年6月份 提早到今年2月份 再加上去年12月多 美國SDI把它納入 這個時候發現了一件事 也就因為發現這個借券 借券就是把它看壞 你就放空 放空 借券的時候從四五百 一下子崩到六七千 這裡面一定有問題 你是說市場上有人先知道 這個解盲的結果 可能是失敗的 我們合理的推論 合理的推論 否則你怎麼會一下子 借券放空那麼多 七千這樣子多少 是佔他所有發行量的4% 這不是小數目 很大 而且好幾百億的資金 又在那邊 因此我跟曾明中 我們再度要求 我們到了委員會以後 要求什麼 這個有沒有在有人 在股東之間在借券 如果股東是大股東之間 或者我的研究團隊 就是浩町的研究團隊 或者是中研院 因為是技術合作 中研技術展 這兩個團隊裡面 有沒有股東在借券 如果有的話 這個就簽證證交法 157條之一 內線交易 內線交易的罪很重 所以這兩個案子 一個是針對翁錡會 你有沒有違反 違反155條證交法 就是你幫他口頭 用口頭講話去互盤 還有有沒有人有內線交易 就證交法157條之一 這兩個我是覺得 這是很典型 如果說換成筆加工 早就把它移送 所以如果真的 有司法上面的問題 就跟曾明中委員說的 這不是院長這個職務 下台就算了 可能還涉及刑訪 這個部分我稍微提了 這個部分是牽涉到 他在 他當我們質詢的時候 他透過中研院 不是他自己 中研院 我真是覺得這個單位 要好好檢討一下 中研院幫他說 他沒有一張股票 當我們發現 他確實沒有一張股票 他女兒有3000張的時候 中研院說的也沒錯 他也被騙了吧 這個就是曾明中所講的 這個事情不是說 你辭職就可以了事的事 我跟你講 這個股票感覺像耗鼎 可是我覺得 最後可能像豪销 因為是有人要耗鉤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個股票 你知道當年在股市 我相信這個銘塊很熟 當在台灣的股市 第一次上萬點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籌碼太少 那時候發現一個 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連倒掉的 倒掉的上市公司 每天股票都漲停辦 這支股票 我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 因為這支股票叫浩鼎 他沒有任何產品 沒有任何產品 然後就好像虧姑娘一樣 從當年的 不要說從10塊 從這個翁育會對不對 翁育秀 翁育秀的31塊 到上新櫃的90塊 到了上櫃的310塊 到前一陣子 然後在解盲前就狂飆 到700多塊 他是一家沒有產品的公司 剛剛各位都講了 因為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 我們要分析的東西 其實不多 為什麼說不多 因為中間都太明顯了 大家說奇怪了 為什麼不是我 剛剛這個燕燕郎董事長說 是要跟大家多一點資金 大家一起來做這個生計 怎麼不找我 奇怪了 而且我想請問一下 一支未上市股票 我相信敏寬比我們了解 一支未上市股票 請問你要花多少錢 現在給你3000股 9300萬 就算你有 你拿得出來拿不出來 這是一點 第二點 如果你有多少錢 可以花9300萬 去投資一支未上市股票 我有未上市股票 我說我的股票像幣值 引起人家反彈 說不要污入幣值好不好 我知道很多未上市股票 最後都死得很難看 可是為什麼 你的股票會漲成這樣子 而且是沒有任何的產品的股市 而且還有一點非常重要 剛剛那個圖表談到了 最後兩個月狂飆 為什麼狂飆 因為他要提早解盲 昨天沈大老 我今天在這個節目講 提早解盲 要不然就是你的整個技術 非常成熟 非常精工 你提早解盲表示 我們終於有了突破性的產品 要不然說這個技術很糟糕 現在已經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趕快提早解盲 讓他停止實驗 問題都沒有 都沒有 只是講一個很模棱兩可 說解盲失敗 但是他很有前途 就這樣子 而且在解盲之前 竟然有人去放空 而且這放空不是 不是一般人可以放空的 剛剛敏寬講到 這不是一般人可以放空 借券放空 一般你借不到的 放空6000張 放空6000張券 你想想看 在一個這麼好的股票之前 你竟然先放空 而且在他解盲沒有多久 你說中間沒有交易 但是我跟你講 委會委員 我必須很悲觀的講 你知道根據我的了解 要成立內線交易 起訴的很少 定罪的更少 台灣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定罪 他為內線交易 那個過程非常繁複 我們回到這個翁啟惠的角色上面 當然 一開始大家對他質疑 覺得他只是講太多了 為什麼要幫單一的股票護航 後來發現他的女兒 有3000張股票的時候 財經專家謝金河就說 如果這是真的話 會是政壇的核報 為什麼是核報 因為翁啟惠的角色 他是中研院的院長 而且他說他的女兒 是一個窮化家 一個窮化家有9300萬 去買一個未上市股票 他說他女兒是窮化家的時間點 就是在2012年的9月 2012年的9月的時候 他接受一個媒體的專訪 當時當然不是在談股市 當時在談的是對兒女的教育 然後他說到 他的女兒只是一個窮化家 但是他現在畫畫畫得很開心 結果在他說完這件話的 三個月之後 2012年的12月 他就用31塊 買了3000張的號頂股票 也就是說三個月前是一個窮化家 三個月後 他花了9300萬 買了3000張的股票 這是第一個 到底是接受媒體訪問的 翁啟惠說謊 其實他女兒不是一個窮化家 還是這個31塊買的 3000張股票的資金來源 是有問題的 現在資金來源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翁啟惠給他的 第二個 這個根本就是翁啟惠自己要買的 女兒只是一個人頭 這是大家認為兩個可能性 不管是哪一個可能性 對翁啟惠來講 都可能有法律上的問題 曾與歲有沒有繳 那股市交易的人頭有沒有問題 對 他受訪的時候他說 我女兒現在是活在希望裡 也許有那麼一天她會很有錢 所以我們現在終於明白 她講的意思 不是說她女兒會像畢卡索一樣 有一天她的畫作 會非常非常值錢 因為她早就在為這個窮化家的人 老早有伏筆了 對 早就有伏筆了 我們要注意 翁啟惠長的一句話非常關鍵 他說 那個時候他說 絕無個人 那時候浩鼎的解盲以後 他解盲前後 不是都發表了談話嗎 都是有利於浩鼎的談話 他說 絕非個人無償技術轉移給浩鼎 也沒有一毛錢進入自己的口袋 所以我們現在了解了 就是說進入你女兒的口袋 跟進入你的口袋是不一樣的 我從來 我沒有任何一股浩鼎的股票 這個讓我們想起什麼 讓我們想起這個2000年到2008年 2006年的時候 陳雪扁家一大堆貪腐的弊案 爆發的時候 他在媒體上接受訪問 他說絕對沒有一毛錢 進入我的口袋 當然沒有一毛錢 因為都是以益為單位來計算 所以我基本上覺得 這個東西其實翁啟惠 他已經解釋不清楚了 所以為什麼這個謝金河會說 他是政治核彈 因為第一個你就設計說謊 你說我沒有任何一張股票 但是你女兒有3000張股票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剛剛主持人講到的 錢從哪裡來 今天他是一個窮化家 他有沒有這個9300萬 去買下這3000張股票 如果說是 翁啟惠給他的錢 有沒有交贈余稅 再來我們看到 翁啟惠他的家族的財報 因為公務人員都是要申請 申報財產 沒有 那一年他的財產 並沒有縮減9000萬 所以這到底 這個錢到底是從哪裡來 到底這些是不是技術股轉移 給翁啟惠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種都是關鍵 你知道嗎 我覺得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好拗了 然後說這是一個 非常有希望的 可能繼這個李遠哲以後 是第二個我們台灣 會拿到諾貝爾獎 那又怎麼樣 今天你的人格出現問題 跟你的學術專業成就 是兩碼子式 今天你一個人格出現問題 已經涉及說謊 逃稅 種種這個利益沒有迴避的 這樣子一個院長 還適不適任我們最高研究機構 的一個院長 所以為什麼難怪 這個當初蔡英文 她在通過這個生計新藥條例的時候 她特別的制定一條 就是要突破公務員服務法的限制 新創生計新藥公司 其實主要技術提供者 為政府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時 誰 中研院 該研究人員可以持有公司創立的 歷史10%以上的股權 並得擔任創敗人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最要 最可憐的一點就是什麼 就是今天這些技術 可能是你翁啟會院長的 一些獨有技術 今天你身為中研院的院長 你有沒有賤賣中研院的技術 給某些特定的生計公司 然後這些生計公司 再拿這些技術股 變成你賤賣中研院的智慧財產 然後就回饋到你個人的口袋 我覺得這個是最要去追究的一件事情 我建議我們總統府 在5月20號就換一個名字 叫蔡英文黃公算的 我就直接宣布帝制就好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搞什麼 三權分立 五權分立 剛才惠玲有提到 吳錡會強調說 這個號頂的股票 沒有一毛錢進到他的口袋 所以他出來說這個實驗 是非常成功的 沒有利益避嫌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到底有多少錢 進到他女兒的口袋 他在31塊的時候買進 登陸新貴的時候已經漲到90塊 潛在的市價大概就是2億7千萬 7天的時間 股票的價值已經從9千3百萬 增加到變成2億7千萬 然後在上櫃的時候 整個股票 他這個時候已經賣掉了 1067張股票 潛在獲利是3億4千萬 就算他是用90塊的價錢賣 也賺了3億4千萬 等到他上櫃的時候 他手上的持股是1933張 他的市值大概也有6億2千萬 現在如果說 他是在歷史高價755塊 把他自己手上的股票賣掉的話 他的市值可以賣到14億6千萬 這一個價錢 對一般小老闆眼鏡來講 是很難想像的 甚至是一個窮化家 可能如果手上有14億6千萬的 股票有這個價值 雖然他還沒有賣 而且現在也往下掉了 可能沒這麼多 就算一半好了 也有7億 一個擁有7億的窮化家 這是大家對於翁錦慧所說的 一毛錢都沒進自己口袋的一個質疑 我們也把翁錦慧在這幾年來 就是跟這個浩鼎股票交易 相關的時間點的監察院財產申報 因為他是公職人員 所以必須做財產申報 這三年的財產申報 就像剛才惠玲有提到的 並沒有在這三年的財產申報當中 發現一個將近9千多萬的 買股票的資金的支出 這沒有出現 不管是財產申報 或是信託申報都沒有 所以財產申報裡頭 看不出來這個資金 大家就要問這個錢是哪裡來的 有幾種可能性 敏寬 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我是新上規的公司 新貴的公司 上市跟上規 他的管制條例會稍微嚴一點 對於新貴公司來說的話 因為他有可能有很多的 對人家有很多的要求 例如說有些技術我不會 我不懂 那你懂 我開一家公司 我開一家公司我開出來 可是你的技術我沒有 我就拜託你來幫我 曾做所謂的一個技術 技術股 這個有可能 就是說你的技術 郭姐會已經否認這件事情了 沒關係 店長他可以否認 另外一個叫做應收賬款座價 我們兩家公司 我們有很大的一個 業務上的一個關聯 因為我有很多的貨 未來要從你這邊過來 所以我目前所做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資本 我用應收賬款來做做賬 可是這個也不太可能 為什麼 因為耗鼎它是一家新藥的 一個研發的一個公司 剛才其實我們要來 剛才我們要談論到一點就是說 我們今天隨便去談一個數字 9300萬按照當時的匯率 以30塊錢來說的話 不論在全世界繞一圈 300萬美金 對一個畫家來說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天文數字 我認為絕大多數 99.5%以上的人 可能一輩子都沒看過這個錢 而最吊詭的一個地方 這一筆錢在很快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就往上跳 跳了三倍 跳了三倍之後再往前走 後面他又做了一個很大的利益 而且他在相對的一個所謂的 合理的一個獲利區 他已經做了一個 所謂的適度的一個調節 所以他後面的一個持股 往下盪 可是我們要去看到一點就是說 當市場上 我們要去試 我最近其實一直在思考 這件事情就是說 為什麼翁院長要那麼出來的 胸口睡大時 要那麼大聲的去跟人家說 我浩鼎的技術有多好 有多棒 他是不是在外面 有很多的親朋好友 跟很多的一個投資單位 學術單位都一直說 因為當市場上在最後 特別是他們提早解盲的過程當中 包括外資單位 他們都認為 認為什麼 認為這次我們過 所以為什麼 連這麼精明的外資 都有這樣子的想法 因為很多的投資人 他是兩三百塊不敢買 三四百塊在那邊覺得 我那時候為什麼沒上車 五六百塊的時候 看到他提前解盲的過程當中 紛紛上車 紛紛上車完之後 想不到進了一個大窟窿 為什麼進了一個大窟窿 因為他是沒資券的公司 所以個人戶他沒有辦法借券 個人戶沒辦法借券 當然有可能 因為可能很多大股東 當然認為說來到高檔區了 萬一沒有過 我去做避險 這個是有可能的 可是他那個所謂的 從無借券的幾百張 到整個幾千張這個爆量 這個很吊詭 第一個大股東有什麼願意給 是不是這當中 負責這個所謂的一個 實驗規模的人 已經大概的知道說 這個可能過衛福部 可能過的機會不太大 我們這個當中 要去思考到這一點 因為這當中有太多 太多的一個巧合 我們再去想 很多人另外去想說 一家新公司 為什麼可以這麼貴 因為很簡單 他的股東成分當中有誰 有目前未來的總統的哥哥 他有目前市場上最大的 包括了高雄最大的投資庫 他有我們的地保幫在裡面 他有兩家的一個外資的 一個所謂成分的股東 這兩家 目前成分外資的一個股東 大家都在猜 猜 我先說這個是猜 很可能是國內兩家金控的 一個所謂的轉投資公司去做的 只是猜 我要跟各位談只是猜 因為這個其實是抓得到的 如果說檢調單位願意找 這個都找得到 可是問題是在於說 他這當中有太多的不合理性 沒營收的公司 實驗會過或不過不曉得 股價衝到了四五百塊錢 先跟各位談 是七百 對 七百多塊的時候 各位要去想 這麼大跌的現金 只能換一檔股票 而這檔股票 他一塊錢營收都沒有 而高檔區的一個部分的話 居然我們發現了 一個窮花家 他可以在這當中賺這麼多錢 而其他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當天所看到的大股東 動輒的身價都是幾十億 甚至於幾十億或幾億的大股東 他們在那邊等解盲的過程當中 各位都曉得說 那個市場上給他的壓力有多大 可是現在最大的痛苦是在於 這個夢破了 這個夢破了之後 後面又衍生出很多很多的一個問題 這個是我們今天在這邊討論的 可是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討論的就是說 院長 後面 其他的 你要怎麼跟我們說什麼 你要對我們做交代 因為過去你說你一張都沒有 他現在證明了 你的財產沒有減 可是你買了房子 而且我們也有很多 不合理的一個地方 這個會不會要對我們 做一個所謂的一個交代 因為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技術已經失敗了 技術失敗完之後 對於整個目前股價還在高檔區 其他的整個所謂的生計股 他們其實失敗完之後 他們那個往下的一個跌幅 都非常非常大的 後面號頂現在 還在這麼貴的地方 我要跟各位談 一家沒營收的公司 股價還在400多塊 他真的是不便宜 到底這個錢哪裡來的 在公企會的財產申報當中 我們是真的看不出來 少了9300萬的買股的錢 因為可能第一個就是這個畫家 真的不是窮畫家 窮畫家是他爸爸 在訪問的時候的形容詞 窮畫家不窮 他自己拿出了9300萬的現金 但是大家就要問這個畫家了 你的錢是哪裡來的 第二個可能性是 我們看到 翁喜會從申報財產 看不到的地方 拿了9300萬 去資助女兒買股票 那就是他這個財產申報 是不是有可能不實 他的確從財產裡頭 拿了9300萬 但是沒有在申報裡頭 這個部分就會涉及鎮與稅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他是拿9300萬 去幫女兒買股票 第一個有鎮與稅 不然就是說他女兒是人頭 這是第二個是 用人頭買股的問題 第三個 根本就沒有9300萬 認購股票這件事情 這個股票是有人送的 有這可能嗎 這個可能最大 我覺得這很好查 惠玲 你買9300萬 不會是用現金吧 匯款 對 匯款 匯款一定有紀錄 而且不是侏羅紀公園 不是幾十萬年前 是才兩三年前的事情 那匯款資料一定還在 把匯款資料拿出來 如果是在哪裡 不管 把匯款資料拿出來 或是把你的匯款證據拿出來 證實你有匯9300萬過去 如果你的9300萬是這個翁 翁玉秀 翁玉秀自己有的 請問一下你錢哪裡來的 要講清楚 然後如果是翁玉秀給他的 我跟你講 不只是所謂逃漏稅的問題 你顯然是故意的 什麼叫故意的 就是說我自己拿這個股票 太明顯了 我透過我的女兒當人頭 當白手套去拿這個股票 這不是更惡劣嗎 這不只是逃漏稅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情況都要查清楚 你知道現在這樣的情況 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沒有什麼不行 你這樣子我們國內的生計發展 這樣子被一一二再再二三 包括宇昌都一樣 什麼裡面都有一些 政治的陰影存在 以後我們怎麼發展生計 所謂的生計 可能就是個夢而已 你知道嗎 我們要發展生計是OK的 可是不可以有這種政治的黑手 一直伸進去 然後到底你是發展生計 還是發展個人事業 還是發展一些人的財富 歐普通說明一點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各位觀眾有沒有注意到 就說2002年Uptomer 以100%投資成立子公司 台灣號頂 那麼中間翁企會 他就反台了 接任中研院長 這個時候他做了一個動作 他做了什麼動作 他把Uptomer的股票 全部交付信託 請問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很簡單 我是中研院長 我要避嫌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你有沒有賤賣國家的 智慧財產給某一個公司 然後你從中取利 所以當他這個中研院 跟他光勉堂皇的講說 我一張股票都沒有的時候 你就不怕有一天一週刊 會把你女兒 有3000股的這個事情 給揭露出來 第二點我要講到的是 這個是已經繼承事實了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觀眾 特別特別要注意什麼 也就是說 除了這個之前 推動的這個什麼 生計新藥條例以外 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 現在民進黨要推動一個 叫做什麼 叫做策略性產業發展條例 我想這個費委員會非常清楚 他就是要比照 生計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那麼包括要成立國家投資基金 也就是說我們說政府持股 低於50%的那個類主權基金 然後放寬外籍人士居留限制 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技術移轉協助 提供研發優惠 我老天爺又來了 而且他不像以前國民黨時期的 這個產業創新條例 他是針對所有的產業 不管你是服務業 製造業 一視同仁的給你優惠 可是那個時候 民進黨是怎麼批評的 他說你是圖利財團 你是無恥 你是把國家的錢頒給財團 結果他現在 他絕對不圖利所有的財團 他只圖利那五大類的財團 所以各位觀眾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 在立法院監督這些事情 這個無鬼搬運 從還沒上台就開始了 今天這些技術 可能是你翁啟會院長的 一些獨有技術 今天你身為中研院的院長 你有沒有賤賣中研院的技術 給某些特定的生技公司 然後這些生技公司 再拿這些技術股 變成你賤賣中研院的智慧財產 然後再回饋到你個人的口袋 我覺得這個是最要去追究的 一件事情 菲委員 剛才施誠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9300萬 怎麼樣子進到這個浩鼎的 怎麼買到這個股票 他一定要在證券商裡頭 有一個戶頭 有一個翁玉秀的戶頭 然後要有一個賬戶 把錢匯到這個戶頭裡頭 然後才能去買這個股票 這個過程 盡管會不能查嗎 我來跟大家報告 因為今天報紙沒登 剛好請我來 我昨天我質詢今晚會的主委 跟財政部長 剛好昨天財政部 跟今晚會的主委 到我們立法院 我們有一個案子來審 然後我就要求財政部 因為查資金流向 不是今晚會的事 是財政部 財政部是 剛才講的沒錯 9300萬 大概不可能又拿現金去付 那一定有他的一個流程 他這個金流 我昨天也要求財政部 我相信下禮拜 他就必須得給我們答案了 今天是媒體沒有去報導 報導這一塊 我昨天已經做了 昨天已經做了 所以我們近代下禮拜 這很快就可以查得到 現在平常講要查 半天就可以把它查清楚了 這個裡面剛才大家在談 我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我們懷疑 你這個借券 不是一般人可以借的 所以我去查 金管會給我的報告 十家外資在操作這個 主要是有兩家 一個是匯豐 一個是花旗 這都是境外的 花旗叫花旗 他有一個博開來基金 他都是接受人家委託 來借券賣 所以這個他們 我想金管會知道到底是誰 那為什麼金管會不能公布 他已經知道是誰了 我跟你講 他現在又講這個理由 都講說 其實現在是在偵查 偵查就是資訊不公開 這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了嗎 進入司法程序 但是我們要求他在4月7號以前 要給財委會報告 我們就到處一對就對出來 因為這兩個 我們講說他十大股東裡面 有兩個股東都是境外的 那個什麼永豐裡面 我所了解的 那個比較複雜 大概 但是有一個就是 這個張念慈的姐姐 以及另外一個耿性的 有人在懷疑 他只是一個代表人是不是 這個裡面 如果說跟他的研究團隊有關的話 那個這個事情就 就事情大掉了 所以因為你想想看 當大家股票往上衝的時候 居然有人知道 我要去放空去賣 這個數量不少 放空6000張 3 4個百分點 他的那麼多的股票在放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裡面有太多質疑的 浩鼎事件的確是還有很多 需要查清楚 3月29號翁喜會說 他就要回到台灣來 因為他覺得 怎麼會亂成這樣 我們才覺得奇怪 浩鼎怎麼會亂成這樣 他要到立法院去說清楚 立法院也安排了財政委員會 教育文化委員會 要請中研院來做專案的報告 希望真的能夠給國人一個交代 不然說謊的中研院院長 還能繼續的安坐在位子上面嗎 我覺得大家對這件事情 是會有疑問 另外我們來看一個話題 民意黨立法院黨團 明天要提出一份法案 我們也獨家先取得了這份法案的 這個草案 這個叫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草案 這個草案是做什麼 它叫成立一個委員會 就在行政院裡頭 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 它的組織架構 可能跟現在的獨立委員會 NCC 金管會 是類似的 配置九個委員 要做哪些事情 要做清查黨產 要做政治檔案的全面公開 另外還要做這個拆除 威權時代的這些銅像 讓他有合法的法源 另外在司法調查的平反 他所定義的威權的這個時間點 是民國34年到民國80年 要做哪些事情 其實他裡頭有非常多的條款 但是我們覺得最有趣的是 在第16條到第19條 如果這第16條到第19條 真的都按照他這個條例去實行的話 我覺得非常顯見的就是 是 我們重新恢復情種了 我們重新恢復明朝的東廠內廠 西廠全部都回來了 因為以後 只要有人拿這個東西 我高興幹什麼 就可以要幹什麼 因為只要我認為 你跟黨產可能有關 只要我認為就好 我就可以這樣幹 你看他第16條講 你這個促轉委員會認為 對 是 第16條說 接受調查這有關機關團體 事業或有關人員 不得以任何理由 規避拖延或拒絕 違反其他規定者 除新台幣3萬元以下 30萬元以下罰還 並得暗次連續處罰 就是說我不管你有任何理由 反正我就調查 你就不得拒絕 你一定要給我交代清楚 我認定你違反正行正義 你就要來接受我的調查 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沒有 違反人權的疑慮嗎 你這個東西 是由你來認定你的標準嗎 我覺得這個標準到底是什麼 只要我認為 你跟黨產可能有關 你就不能規避 你就一定要接受我的調查 你所有東西 在我面前完全無效 所有人權對我來講 都是隱形的 都消失的 這個是合理的條文嗎 這會不會違憲 我覺得根本已經違憲了 因為這個完全是違反人權 的一個行為 然後第17條是 處轉會調查人員必要時 得知會當地政府 或其他有關機關協助 其於進行調查 遭遇抗拒或為保全證據時 亦得通知陷阱機關協助 做必要措施 所以憲兵又要上門了 是 第一個陷阱機關 全部要配合調查 之前他們不是才說 要把憲兵廢掉了嗎 現在憲兵又很重要 不能廢掉 因為當你唯我所用的時候 他才變得非常重要 而且他整個但書是什麼 只要處轉會調查人員 認為必要的時候 這個標準是這樣 就只要我認為必要 我就可以這樣做 所以這是讓處轉會調查人員 擁有司法權 所以在行政機關 擁有這麼完整的司法權 他基本上比很多檢察官 都還要大 因為只有我認為的時候 隨時你們都要來協助我 去做這件事情 對 檢察官申請搜索 還要給法官 請問他需要再 不用給法官 他不用 因為他只要自己決定 他認為必要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第18條 資本條例生效之日起 政黨隨附組織或其交付移轉 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資財產 禁止處分之 就是只要我這個條例生效之後 你們大家全部都不准動 要等我 白話文叫做凍結所有條款 凍結所有條款 基本上就是說你國民黨就 因為這個所有條例 都針對國民黨而來 所以意思就是說 從我這個條例一半部開始 國民黨就全部不准動 你這個黨就凍結了 你也不要進行任何活動了 因為等我全部查完之後再說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要有這種條款 他會不會一查查10年 20年 對 我就故意把你整死就好了 實際上我覺得既然要來 大家應該公平台語 那民進黨也應該符合 這同樣條例一樣要查 為什麼只有民國34年 到民國80年了 你其實我覺得應該查 你從2000年前開始查起 不能不查 我們能上古時代一起算個清楚 然後第19條 毀氣損壞或隱匿 以本條例 應於保存之文書圖 畫物品或制定不堪用者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應該是陳其派條款 這有刑責 對 有刑責 而且毀氣損壞或隱匿 這個誰來認定 這又是你們這個調查委員會 你高興就可以認定了嗎 所以現在家裡頭 有34年到80年 中間所留下的任何文件 都要好好保存 不然就違反了這一條 對 我怎麼知道你現在要查 我之前假如不知道 我拿去包番薯了 或是我把它燒掉了 那你現在要怎麼樣 要來怪我了 殺30萬 是啊 不是 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莫斯犯第一項 第二項是對著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他現在就是說 你反正全部不給我動 因為他們完全都是由他們 自由認定 所以今天你的毀損 我不管理由是什麼 只要我認為你是毀損 那不好意思 你就等著去做好不好 所以這整個條例基本上 我覺得這個黨 居然叫民主進步黨 我覺得非常好笑 他根本就是前置人權黨 以後就是只要這個 促進轉移正義條例的 這個委員會的調查會的人 他高興幹什麼去幹什麼 我覺得中華民國 已經開始完全沒有人權了 我看我們馬上又要被 這些所有的國際組織 供在頭條上面 難怪現在民進黨會出現 呂孫林之類的立委 所以我們以後也不要再 再嘲笑時代力量 兩個黨都是一家親了 立出來這種 絲毫沒有任何法制 跟人權概念的立法非常好 我們就將來等著 大家打視線官司 如果這種法可以過 我覺得不管是中華民國 還是台灣共和國 也可以關門大集了 因為這個國家已經 毫無任何正義可言 不當黨產的 在這個促轉條例當中有定義 他說黨產就是 排除這四項以外都是不當 第一個就是黨員繳的黨費 第二個是競選經費政治獻金 第三個是政府的競選補助款 第四個就是這些錢 所發生的利息 除此之外 通通都是不當黨產 如果這黨產已經轉移 給第三人了 那就要看這個轉移的價格 如果被促轉會認為 是價格不當的話 那也屬於不當黨產 也要一併追繳回來 這個執行得了嗎 這個裡面 我們就剛才韓明講得真的好 這個一開始講 大家想到說 這個是比警長還要厲害的 警長還有最後你要認定 還要經過法院的 他雖然抓人的時候 他可以按照他的意思 這個司法權還滿完講的 對 第二個大家要想到是 明朝的東場 近代大家想到 德國的納粹 我要你死就死 你跟你講都不要講 他們這個調查人員說 你有罪你就有罪了 我是覺得這裡面 真的嚴重的把我們的司法體制 完全破壞了 有他們在這邊 他們說了就算了 誰來監督他 對 他是行政院底下的 獨立機關 他又有這種 這麼大的權力 有調查權 還有這個司法扣押權 還可以就是判你 裁判權 最後還有裁判權 對 因為五年以下有席圖 裁判權是在我們司法院的 司法院以後 也可以把它廢掉了 如果說蔡英文真的要這樣做 我建議我們總統府 在5月20號就換一個名字 叫蔡英文黃公算 我就直接宣布帝制就好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搞什麼 三權分立 五權分立 這個誰去起草這個 我是覺得 這目前是草案 不曉得民營黨的立院黨團 明天送出來的案子 會不會是長這樣 我覺得看來 如果這個案子過的話 那只有用一條來反制了 就是時代力量那一條 立委職權行司法 就是說如果這個 叫立委有調查權 可以擴張到人民團體 他個人必須提供資料工 立法院調查 那只有到時候要反制 他們這個委員會 靠立委的職權 不然怎麼辦 立法院也有司法權 我行政院也有司法權 我司法院跟法務部一包廢 你知道這個不是法 這個變成人質 我認為唐慧玲你有不當黨產 我就調查到你家裡面去 如果你曾經是黨員 或是你以前是黨員 或是你擔任黨公職的 我就有權到你家去搜索 如果你不配合 不然就罰錢 不然就關起來 請問一下 這比警總還恐怖 我覺得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無限上綱 我就要整死你國民黨 講的話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除了這些費用 而且這些費用 如果你沒辦法認定 對不起 還是不當黨產 我怎麼知道哪些錢 我是因為政黨補助 哪些錢是黨費交的 哪些錢是利息衍生的 這麼多年來 我怎麼算 他可能要你提出證據 當時你就是被調查的對象 所以你要提出證據 哪些是你的合法黨產 結果你講到重點了 現在我們的立法 我們的司法是 當事人進行主義 我不必證明我沒罪 你要證明我有罪 你設定一個立一個法 說認定我所有東西都不當的 這根本就違憲 現在民進黨 把行政跟立法就拿掉 準備立這種法 我的天 不過這個法律 未來在立法院裡頭 應該還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包括很多私人財產 譬如說國民黨的黨產 已經轉售給第三方的 這個部分要由他來決定 你到底是不是適當的價格 你如果價格不適當的話 就是收歸國有 照目前的法案的精神 看起來是這樣 我們這國家 在民進黨手上 到底還可以荒謬到什麼地步 我們現在是已經回到 二次大戰 德國納粹的時期是不是 你看今天有一個新聞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蔡英文在討論年金的時候 忽然說 跟那個林全說 他說以後財經產業之旅 就交給你了 我不管了 我現在要專心做這個轉型正義了 原來這個就是蔡主席講的 謙卑 謙卑 在謙卑之下 所立出的這個轉型正義條款 這真是令我們大開眼界 我們之前節目上討論到這個 時代力量 再講到剛剛士誠哥講的 立委職權行使法 要調這個個人跟所有法人的 這個資料的時候不得違抗 違抗就是這個 五年以下有局徒刑 我們還說這個時代力量好荒謬 不過因為它是一個新政黨 所以他可能沒有一些 這個立法的概念 沒有這個財產轉移 有一個法律上既定年限的概念 就是說多少年以後 即便你是張武 也不得再追回了 這個法律上是非常清楚的 有這樣的一個追溯的時效期 結果我們看到 蔡主席立的法案 跟時代力量一樣 所以以後我們就知道了 難怪現在民進黨會出現 呂孫林之類的立委 所以我們以後也不要再 再嘲笑時代力量 兩個黨都是一家親 立出來這種 絲毫沒有任何法制 跟人權概念的立法 非常好 我們就將來等著大家 打視線官司 如果這種法可以過 我覺得不管是中華民國 還是台灣共和國 也可以關門大集了 因為這個國家已經 毫無任何正義可言了 我們在看到最近很好笑 那個台本的案子有沒有 那本來是國民黨黨產 結果現在變成民進黨黨產 所以未來的促轉會要去鑑定 當時從國民黨轉移到 民營化的過程當中 這個價格適不適當 適當要追回來 所以這所有的不當黨產 最後你看我們看到剛才也是 這個中研院這個股票 他自己一招沒有 都跑到他女兒家去 台本也是 台本這個大佬自己 不要接董事長 叫他女兒出來接 所以以後我們就查一下說 國民黨所有的黨產 最後都會跑到民進黨的 哪些女兒家去 請教一下敏寬 如果在民國34年到80年間 包括國民黨所有處分的資產 都用這一套邏輯來處理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會天下大亂 一定天下大亂的 很簡單 摩集會的那個股票還亂 因為這個很 第一個時代久遠 我們不要講太久 十幾年前 二十年前的東西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 我最近在整理書 我大學時候的書 然後後面有很多很多的書 他有很多書拿出來 你就久沒看 他就已經整個都糊了 黏在一起 都糊了 因為台灣的濕氣比較重 你說資料要保存 我今天資料保存 我今天沒有辦法說提供給你 或者是說不適用 天啊 居然要抓去關 居然還要罰錢 然後後面很多 例如說我們很多那種 所謂的民法的一個基礎 例如說我們台灣 你寫借據 借據還有理由對不對 不然我說我今天我是賭場 我是地下錢莊 我今天就強壓人 然後去來寫借據 那個沒有效 除非你用本票來做整個 所謂的本票裁定 他剛才所談論到的那些 很多的那些所謂的 可以直接把你框住 你也不能夠去做移轉 你也不能夠去做吉他的動作 我認為那個會對人民 跟對很多的所謂的法人單位 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還有所謂的價格 什麼叫價格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 價格認定 很多人都去過日本 現在日本300塊錢 買一個啤酒都買不到 可是各位曉得嗎 在整個100年前 300塊錢可以辦淡水球場 一張求證 現在一張求證價值500萬以上 那你說那個價格 你要怎麼去認定 它有通膨的一個架構 很多的一個架構 我認為這個下去會天下搭亂 所以以後促轉會要有 很多的財經專家 才能做這件事情